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残居背后竟有着出人意料的缘由 标查 走访 许正 孩子引火烧身背后 竟竟有着怎样的秘密 男同烧伤之谜 六线十二即将播出 老婆 老婆 我回来了 太好了 有石钟 还有小飞羊 老公 哪来这么的飞羊呢 我是天下无敌的灰太郎 好热呀 难道我真的要被煮熟吗 各位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十二 我是圆圆 刚才您看到的呢 是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郎》的一个片段 孩子们呢都爱看动画片 但是在江苏连云港呢 有这么三个孩子 在看过了这部动画片以后 就模仿里边的情节 上演了一出真实版的《狼烤羊》 这一烤给两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灾难 这里是连云港市东海县十六级道马王村 四月六日 就是在这个地方三个孩子 上演了真实版的《狼烤羊》 就在垫上面的西洋衣服太郎 被大王把西洋衣服的烤羊了 顺顺九岁在游戏中扮演狼 连云七岁 她和四岁的弟弟浩浩被绑在一棵树上 随后顺顺点燃了地上的树叶 火街风势 短短几分钟后 浩浩和然然身上再也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 小的全身都少黑了 连不懂黑都看不着面膜 就是我妈疼 其实就是寒疼 由于孩子年龄小伤行重 情况十分危险 五月初在天审妈妈基金的帮助下 然然和浩浩被紧急送往北京救治 在解放军总院第一附属医院里 我们见到了两兄弟 时隔一个月 说起孩子刚送到医院室的情形 比康夫妇还是心有余悸 小的一命 我妈保不住了 就我们都浅了 浅四 我大一种没人 你还没看过手 你喜欢手中这个样的 但是我说你的小伤很危险 对于哥哥来说 如果感染很严重 最后也可能是危机生命的 对于弟弟 这种特征度双双的 一个四岁的孩子 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治的话 那肯定是 没有生完的可能的进化 经过检查 哥哥冉冉烧伤面积达40% 双下肢黑成一片 而弟弟浩浩的烧伤面积 更是高达80% 要把他们互相到老大 两个孩子都已经延延一些了 就我们哥来看 一个三四岁的孩子 烧80%的 应该只是头一个 两个不满十岁的孩子 竟然因为一场游戏 而严重烧伤 这对于家境并不富裕的 李康夫妇来说 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真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样的事情 李康夫妇是江苏省东海县 十六街道马王村人 家里有三个孩子 老大十六岁 已经出门打工 这次出事的是 老二然然和老三浩浩 李康常年在外地打工 家里只有妻子王昌荣 自己带着两个孩子 王昌荣一边干农活 一边照看孩子 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 而小哥俩正是爱玩 爱闹的年龄 只有看动画片的时候 才能安静一会儿 看他有时间会看奥特曼了 也会看西洋洋这些的 都会看 这不是 这现在不太多吗 这个才有动画片 那个才有 这个到广告了 就弄到那个上看 看电视副也看动画片 我这么就感觉了 李浩然 平时要是弯的时候 孩子喜欢看动画片 偶尔也会模仿一下 这种情况 夫妻俩并没有太在意 而这些动画片中 讲的究竟是什么 两个人也不是很清楚 功课你能做完 然后你给他 你不得咬完 你可以给他看电视 就自己的给他看 有什么 当然也不太干涉了 毕竟小孩玩的时间 还是多忙的 你当然得上班 然后他妈妈 也得给脚步和弄 然而让李康夫妇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正是这种对细节的疏忽 对以后买下了隐患 本来懂事听话的孩子 为什么会做如此危险的游戏 4月6日那天 究竟发生了什么 由于冉冉和浩浩 伤情严重 无法进行采访 为了了解事情的经过 我们驱车赶往 位于麻王村的顺顺家中 孙生的父母靠重地为生 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而如今为了给 冉冉和浩浩治病 他们已经拿出了家里 全部的积蓄 顺顺的父亲说出事之前 他们和李康家的关系 一直不错 两家人不仅在一个村子居住 冉冉和顺顺还在一所学校上去 学校放假的时候 三个孩子更是经常在一起玩 每天都在我们门口一块玩 那三个孩子在一起 顺顺虽然爱玩 但是学习成绩一直不错 家里的墙上挂着很多孩子 获得的奖赚 在学校里老师都说 这孩子最好的 从来不跟人家说是 学学至于顺顺 唯一的兴趣爱好 就是看动画片 有的时候坐在电视前面 一看就是一整天 孙顺经常看动画入迷 而她的家人 却和浩浩然然的父母一样 对动画片中演的到底是什么 有没有危险画面 一无所知 孙顺的父亲说 关于那场游戏 孩子始终对家人只字未提 但是从那以后 她开始变得不爱讲话 并且经常把自己 锁在屋里 这件事情对顺顺的心理造成了很大伤害 而三个孩子做游戏烧伤的事情 在县城里传开之后 孙顺在学校的生活也开始受到影响 4月6日那天三个孩子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顺顺顺的父亲说 孩子很少提及 而作为父母 他们也不想孩子的伤疤再次被人揭开 为了尊重顺顺家人的意见 我们只能从江苏电视台的采访资料 和两家父母的叙述中 逐渐还原当时的情形 4月5日清明节假期 常年在外的李康回到了老家 第二天下午 他和妻子带着然然和浩浩 在地里干了些农活 本来是难得的团聚 谁料 一起悲剧 却在悄然一记 燃燃和浩浩在回家的路上 遇到了同村的小伙伴孙孙 几个孩子凑在一起玩起了游戏 他家的孩子就说 叫我们家孩子做回太郎 他们做喜爱一样 就绑在树上考验 是谁提出来要玩这个游戏的 浩然 他怎么说的 他说来绑在游戏 叫我把李康和他给绑着了 他再叫我点火了 绑在哪里啊 在那个树上 模仿的动画片中的内容 顺顺将然然和浩浩 绑在了树上准备点火 而此时他的身上 正有一个打火机 就是用这个放在书桌上的打火机 顺顺点燃了地上的枯叶 而这种被孩子点燃的叶子 在麻王村里更是随处可见 在麻王村大多数村民都会做一些 在扫把卖出去贴补家用 而做扫把剩下的竹业 一般就堆在各家门口 竹业干枯易燃 而出事当天风流大 火苗很快就蹿到了兄弟俩的身上 他用手捧沙子 火不吸 然后自己感觉害怕了 火越来越大 顺顺试图救火 却未能成功 在极度慌乱之中 他转身向家中跑去 就当时出事那天 他跑来一家 他在外面和鱼往这帮家 跑鱼往北川哈哈的 我说你跑什么 他说我那家喝点水 他都没敢说什么事 在外面点火 就在顺顺跑回家的同时 大火烧断了 绑在冉冉和浩浩身上的绳子 已经烧得快 失去意识的兄弟俩 跑向了村口的小桥 正巧遇见下班回家的李宝官 看到两个孩子 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 吓了一跳的李宝官 急忙脱下了身上的外套 将大火扑灭 而此时刚到家门口的李康叔叔 也遇到了赶来报信的孙明 他在前面喊 你家人在哪里 你家小孩都烧不成羊子了 当我看孩子烧 连不走黑都看不着面目 你模仿什么不好 模仿你模仿这个东西 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今天演播室请来的嘉宾 他们是杨文战律师 还有本栏目的特别评论员 宗春山老师 好也提醒一下观众朋友 现在您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上 看到一个二维码 您可以用您的手机扫描一下 这样可以直接进入我们栏目的微博 可以了解到更多的节目信息 同时也可以跟我们互动 好说到咱们今天的主题 孩子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都特别爱模仿这个影视片里边的情节 我们小时候也是那样 谁演胡汉三 谁演潘东子 但是孩子您别来这真格的 点火他就不知道危险 我们看这三个孩子 一个九岁 一个七岁 一个四岁 那就算是这四岁的孩子不懂事 这九岁的孩子和七岁的孩子 宗老师他们怎么就不知道 这点火这是危险的 画面最后一句话是商者的父亲 说孩子学什么不好 非要学这个 这里面我们需要对孩子一个了解 而是从我们称他为就是同真 有句俗话叫小孩子打醋 直来直去 不是说他的一个生活习惯 是他的思维模式 他不考虑这后果 他不考虑这后果 最主要他的思维模式 他的学习方法叫镜像学习法 在十岁九岁之前 他的脑子是图像学习法 所以他对一切的画面的东西 是照搬不误的 所谓真就是他不批判 他不推理 全部照搬进来 这他必须要做到一点 因为他模仿才能去成长 如果他从九岁之间就开始批判 就没有办法学习了 这是他最大的一个学习方式 那么第二 他得真体验在他对这件事情 就在此时此刻我玩好玩 我不会想他后果是什么 也不往前推 这个东西正确不正确 统统不是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特点 儿童学习的主要方式就是游戏 他在游戏当中学习 不是在书本上认知 所以他看到一切东西 最后他能不能认同他 他叫玩游戏 所以有这样他的学习的特点 认知的特点 那就决定了电视和这些东西的模仿 就成为他一个主要的学习方式 从老师一分析 孩子的特点就让我们知道了 给孩子看的这些电影 动画片真得小心 因为他是直接去模仿 他不考虑后果的 那现在这个火是九岁的顺顺点的 然后给那两个孩子造成了严重的烧伤 那么在这个法律责任上 这个顺顺他要承担责任吗 肯定要承担 那么虽然我们讲 虽然这个火是顺顺来点的 但如果是三个孩子呢 一起同意来玩的这个游戏 实际上三个孩子就都有责任 我们根据年龄和他体的作用不同 那责任大小有区别 但都有责任 由于他未成年 所以他们所应该承担的这个责任 就是由他们的家长来承担 那这个是不是会有民事赔偿 比如这医药费怎么办 主要就是一个民事赔偿责任 这个由根据他们的责任大小来分担 那看起来这个责任也是比较明确的 三个孩子都有责任 可能点火的顺顺 责任更大一点 那关于这个民事赔偿这一块呢 顺顺的家长也要承担 那其他那两个家长可能自己也得承担 那好 那难道除了他们之外 就没有其他人的责任了吗 现在呢 这个被烧伤的孩子的家长 把这个毛筒呢 就指向了这个动画片的制片方 注意啊 这是我们国家第一例 因为人身受到伤害 而把这个动画片的制片方 告上法庭的案例 我们接着来看 因为模仿动画片里烤肉的情节 绑在了树上 点火烧成重伤 面对孩子的惨状 父母气不成声 两个孩子模仿动画 严重烧伤的事情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新闻媒体也在电视上 播出了相关新闻 新闻播出后 各地爱心人士 只有吉祷机关干部 学校师生 监视妈妈基金等 纷纷为两兄弟捐款 有了好心人的捐款 孩子的手术费用暂时有了着落 与此同时 医院也确定了治疗方案 医生决定 从父亲里坑的背部取皮 为孩子进行直皮手术 用父亲的皮和用其他人的皮 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有一定的同源性 排斥起来会比较慢 不要怕 你进去再吃完再吃皮 咱就好了 听孩子呢 心里就突然难受 在孩子面前一般 我都忍着着 小的话一看我 哭得就哽着痛 直皮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但是医生说这仅仅是康复的第一步 烧伤治疗将伴随孩子的成长过程 而整体治疗费用更是天文数字 关键是将来他们的功能 还有生长发育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怎么说呢 在他们童年的一个过程当中 肯定是这个治疗会一直伴随他们 这种治好人话说 说你没有一杯脱外 你喜欢治不好 天文数字对我们来说 都是说话都是天文数字 我们家都没见过 这么多钱 虽然有很多好心人帮助 但是相比超过百万的治疗费用 这些钱只是杯水车薪 为了解决手术费用问题 父亲李康乃到连云港市 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 在法律援助中心和张主任 及苗律师说了整个事件经过后 除了要求顺顺的家人赔偿 李康还提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要求 在形式上能过我们家去公开道歉 李康口中所指的是喜洋洋制片坊 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他要求广东原创公司 对此事进行公开道歉 事情真的像李康所说的那样吗 两个孩子到底是不是因为 模仿动画内容而被烧伤 制片坊 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究竟有没有责任 为了了解事件的真相 张主任和苗律师立即赶往了事发地点 进行调查曲阵 模仿烤洋 大面积烧伤 所有人的证词都指向了动化制片坊 这一切悲剧的根源 真的能归及到动画身上吗 一部动画片能否给孩子带来如此之大的影响 带着疑惑 张主任和苗女士将动画反复进行了观看 接手这个案件以后 我看了多少集这个动画 它这个里边的暴力情节比较多 这个你比如说 这个红太郎 拿了个平底锅打飞太郎 这有9544次 然后飞太郎被电1755次 炸弹炸也没事 然后被电电也没事 跳悬崖也没事 我觉得呢 就是说这个制作方呢 它是存在严重过失的 作为喜洋而回太郎 这位动画片的制片人 没有听到相关的这个义务 就是提供警示说明的一个义务 因为未成年人 他控制和辨识自己的 行为的能力相对较弱 那么在这个年龄阶段 这些情节影响 千万年的健康成长 经过反复调查局证 张主任和苗女士 将顺顺的家人列为第一被告 挤阳阳与灰太郎的制片方 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则被列为第二被告 后续治疗会 护理会 营养会 以及精神抚育金的这个配达 其他的书房经济人 主要是还有要求他在全国新的 全国报刊上公开赔你道歉 还另外一个是要求他在 喜洋阳与飞太郎 这个节目里 加上安全警示标语 对于李家的这三点要求 几阳阳这片方究竟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为此我们在网上查询了 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试图与他们进行联系 是网上的号码有误 还是原创动力公司更换了电话号码 无奈之下 我们只能拨打114再次查询号码 然而 对方却给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答复 麻烦查一下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电话 那保密的查不了 要是上别的电影吗 是保密的 是的 电话号码已经设置为保密 而直至我们采访结束 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都未做出回应 但是李家的这三点要求 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网络上一部分网友表示理解 并支持李康一家人的做法 另一部分网友则认为 主要责任在家长 不在动画之平方 而对于这些质疑 父亲李康有话要说 网络上熟是熟悉的争论还在继续 而在现实生活中 冉冉和浩浩还躺在病床上 等待着最后的结果 我喜欢写新版照照片 从那前来开始 再也没有这种图片 网上出现了 再也找不到网络的那个样子来 这件事出了以后 特别是孩子家长 把动画片的制片方 告上法庭以后 引起了社会上好多的议论 也有很多人在网上发表意见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微博 看看大家在我们的微博上 是怎么说的 这有一位动漫达人 他说那么多孩子 看过这部动画片 怎么偏偏就在这家出事呢 打火机放在桌上 孩子随手就能拿到 我觉得更多的 应该是家长的管理问题吧 这还有一位灰洋洋和喜太郎 说作为家长 不可能一天到晚 一步不离的盯着孩子 学校在这方面欠缺应有的教育 家有妙招说 这个动画片 确实有很多不好的画面 小朋友们很有可能去模仿 希望今后呢 在这个播放动画片的时候 都说明一下 孩子要在家长的陪同下观看 我们挑这么几条哈 从老人看这里边 有说这个动画片置天方责任的 有说家长责任的 有说学校责任的 到底谁的责任 说的都对 因为儿童不仅仅生活在家庭的环境当中 他生活在社会里 所以社会各个方面都会对他产生影响 刚才我们前面说了 他不会判断和筛选 那因此说到这一点呢 我就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 比如说国家的这种电视 一直没有分级 20年前我们在修改北京市地方性的 未经保护条例的时候就提到要给分级 结果文化部门一个领导说 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 成人能看 儿童也能看 就是我们的东西都是健康的 对他以为这就是一个整个 反动不反动的问题 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价值观的问题 你比如说国外有项调查 发现儿童一周23小时在看电视 就家庭已经把电视交给了孩子 像保姆一样 那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是扭曲的 比如说孩子们会认为暴力 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方式 比如说他会认为 这个女人就应该在厨房 就应该洗衣服 比如他认为使用最先进的 最科技的产品 就意味着成功和幸福 那这些歪曲的事实 就会给孩子们的价值观 甚至人性观带来扭曲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在于我们在制作的时候 承认社会没有意识到 儿童和成的区别 就虽然你的影视作品是健康的 但是不适合孩子 不是儿童 所以他没有分级 或者他有时候他看不懂 对 所以我觉得从这点来说 就是我们家庭社会和学校 都是有责任的 那我发注意到这个问题 到现在为止 这个喜洋洋的制片方 也就是广东原创动力 他传播有些公司 一直没有回应 我们先说上 他到底有没有责任 如果从法律上 我们去找依据的话 有没有这个依据 杨医师 从这个案子来看 我们肯定说 责任肯定主要还在家长 那么但是作为制片方来讲 如果他的这个作品内容 确实有一些不当的地方 可能给孩子造成一些不良影响 他有没有一些积极的提示 我认为还是可以认定 他有一定责任的 但是如果说到法律规定 可能会有一点问题 因为这方面的规定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 未成年人保护法里边 有一些规定 说不允许制作 传播 对于儿童可能有害的 涉及到凶杀 暴力 淫秽 赌博 等等这些不良不健康的作品 但这是一个行政管理的责任 那么主要是说 做了这些作品 可能要接受一些行政处罚 没有一个赔偿责任 在里面规定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是我们国家 是实行影视审查制度的 对呀 所有这些作品 都是经过审查 从这个角度看 它应该是合法的 从这种情况下 它的内容如果不当的话 审查部门有没有责任 播放部门有没有责任 这可能都要值得探讨 您刚才说到 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 那也是法呀 那既然这部法理规定了 说这影视作品 你不能传播暴力的内容 那你像喜洋洋 他也通过了这个审查了 但是这里边刚才说了 那平底锅打脑袋 就有9544次 这可能不光孩子要模仿 就是这个做媳妇的 可能也得模仿 都拿平底锅打自己跑空去了 那这算不算违法呀 那么听片子我也看过 陪孩子看 确实感觉暴力镜头比较多 也有一些比较危险的画面 当时我就有担心 所以特意跟孩子讲过 这个动画片和现实是不一样的 不能模仿要区分开 那么但是你要 如果认定它违法 还是难的 为什么呢 刚才宗老师提到 我们没有这种影视分级制度 就是没法去规定 没法规定它适合哪个年龄 适合哪个年龄去看 没有这个制度 所以你就没法认定 它是违法这样的概念 那么但是我觉得 即便不能认定违法 就不代表它不承担责任 假如我们可以看到 以通常的观点来看 这个作品的内容 可能对孩子有不良的影响 它又是给孩子看的 那你作为制片方 又没有一些像样的提示 我认为从法律上讲 来判决 通过这种判决的方式 认定制片方 你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哪怕这个责任的比例很低 我觉得也是可以 因为它有它的积极意义 因为你要是想 在制片方 它在制作的时候 如果加一点点提示内容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那既然孩子离不开动画片 怎么能让我们这个内容 它更适合孩子的观看 避免一些不良的影响 刚才说到的分级制度 为什么没能实行起来 咱们继续来看 近些年来 儿童模仿影视剧作品 导致悲剧发生的事件 并不少见 深圳五岁女孩 所访动画场景 拿着雨伞从六楼跳下 索性掉到楼下的绿化草坪上 送到医院 经过八天八夜的抢救 才保住了性命 南京是一名不到三岁的孩子 因为看了动画片 因为自己有飞翔的本领 从九楼自家阳台上跳下 造成左臂骨折 脊脏切除 如今冉冉和浩浩的事情 给许多家长再次敲响了警钟 在立坑的老家马王村 这件事所带来的影响更加明显 对于这喜阳阳节目 确实有点痛恨这个节目 我的三岁到家里 爷爷你过来 你爬着给我 开始看着喜阳阳上 你就是那个灰太郎 那你怎么不能不耐心 孩子就是家长主 我们怎么能不耐心 对不起 我现在就是想念 不让小孩看着动画片子了 说句实在的 恨确实恨 孩子不是 毕竟是孩子 他不是大人一样对 我感觉这个镜头少看得好 怕出现意外 在马王村甚至有家长 明明禁着孩子看动画片 其实近些年来 究竟该拿什么样的影视作品 给孩子们观看 以致是社会各界讨论的话题 在动漫产业非常成熟的日本 按照读者军的年龄和性命 将卡通片主要分为 儿童漫画 少年漫画 少女漫画 青年漫画 女性漫画 和成人漫画 而在美国动画片主要分为 所有孩子可观看 大多数孩子可观看 击碎以上孩子观看 在家长指导下观看 和家长居此外留意观看 五个等级 为了避免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有网友在网上发表了三条忠告 指家长的忠告 不要把孩子抛给电视 指儿童的忠告 平底锅砸脑袋是很疼的 指制片方的忠告 请多考虑孩子的视角 在各类影视作品高产的今天 孩子们要学会分辨哪些是现实 哪些是虚幻 家长更要多些耐心陪伴和了解孩子 而少儿影视作品的制作者 更应该仔细分辨 哪些镜头过于暴力 哪些镜头对孩子会有不良诱导 只有三者一起努力 才能让然然和浩浩的这场悲剧 不再重演 你看在国外 在日本美国 这个动画片的分级 它是很细的 我们就拿这个日本来说 曾经风鸣一时的这个动画片 蜡笔小新 在日本它这个分级是属于什么呢 是属于这个指示和成人观看 但是在我们这你看看 这个大家觉得 这个主人公是个小孩 他说是卡通形象 那得了孩子看吧 但实际上这个主人公小新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个又好色 还有点小奸诈 实际上人家是以这个 一个卡通的孩子形象 来隐喻大人身上的一些毛病 所以说你要靠家长去辨别 哪个动画片适合孩子看 这个家长也没法辨别 所以从老师这个分级制度 为什么就老实行不起来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 整个的社会 就是把儿童和成人之间的界限 给抹杀了 觉得成人和儿童 应该可以看一个样的电影 吃一样的饭 面对一样的教育 实际上这是对儿童的这种 独立的个体的存在的不尊重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所以我想刚才很多的网友 提到了一个 为什么99%的孩子都没事 只有这一个孩子有事呢 这里面大家忽略一个 未天保护一个重要的原则 就是有害推论 只要这件事情 可能全世界的孩子都没事 就一个孩子有事 也不可以 就是说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叫有害推论原则 这是第一个 另外一个我想有一个观念 叫媒介素养 因为我们不让孩子 不就要接触媒介 所以他学习这个重要工具 这个媒介素养是 整个的社会 要知道电视 现在已经不是主流文化了 它也属于亚文化了 因为很多的信息 并不准确 并不科技 所以我们跟孩子 一起看的时候 要有一些要求 比如说制定一个协议 哪些东西 绝对是不可以看的 哪些是一起来看 帮你分析 这个东西对和不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一点很重要 另外一个 比如说学校 像日本有一个电影 叫小猪教室 它是用生命教育 比如家里养一个小猪 班里养一个小猪 这小猪我们要不要杀 怎么养它 它今天怎么办 全班讨论 全年级讨论 全校讨论 最后就是有 如何保护生命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社会 江湖郎中 否则秘方 杨然能一世间绝症 现在科技承担兵 古代杨帮造的 患者家属投诉 神医 法定争论 秘方究竟是真是假 这个药如果疗效不好 我老早就求他来 到现在我始终不能来 关于假药与疗效 患者不该如何选择 真假秘方热现实